足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印度的恐怖片女鬼 影片一开场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一哥们正瞎溜达的时候 被女鬼从后面叫住 这哥们扭头一看呢 发现女鬼是来给他送盒饭 这个小镇每年都有 为期四天的祈祷节 在祈祷节的这四天里 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 叫娘子的女鬼 出来猎杀年轻的男人 为了防止女鬼的骚扰 家家户户都会在家房口 写上一句话 娘子明天来 这女鬼也比较实在 自要是写了这句话的人家 他都不会再去骚扰 铁锤是这个小镇上 一名大龄单身男青年 他爹地王德白 在镇上开了一家裁缝铺 王德白一直想让铁锤继承家业 铁锤虽然在做衣服方面 有着极高的天赋 但他却不甘心做一个裁缝 祈祷节的第一天 铁锤在第二点忙活完 来到天台上刚把烟点到 春花团出现 铁锤一看春花长得 沉鱼落雁 就是一阵阵的干啪 对铁锤这个单身狗来说 这简直就是天上 掉下了个林妹妹 当时就醉了 春花想请铁锤 帮着做一件裙子 春花虽然不是本地人 但每年的祈祷节 他都会过来 铁锤的天赋在于 不用尺子凉 拿眼一看就知道客户三位 春花说 我今儿晚上会去神庙做祈祷 潜台词是铁锤 晚上可以过去找他 可铁锤这个棒锤 反射糊太长 等春花走了 才明白怎么回事 铁锤有两个损友 而且也是单身狗 跟这二位一说 拴柱马上心里就无平衡 说不可能不可能 你纯粹是自作做情 晚上哥仨在神庙 做完祈祷之后 铁锤甩开拴柱和狗盛 去跟春花见面 两人聊了一会之后 铁锤按照传统套路 想要春花的手机号 可春花居然说 自己没有收集 铁锤说 那我今后怎么联系你 春花说 自要是你想见我 我马上就会出现 春花说完 把一张纸条递给了铁锤 说你明儿早上沐浴之后再看 随后铁锤拴柱和狗盛 到朋友家参加派对 要说铁锤这素质 是真不怎么样 居然在人家门口撒了泡妞 而且还把墙上写的那句 娘子明天来给冲凉 泡辉哥和女朋友 胖大姐来到楼上 刚想增进有一门的女鬼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一招小媳妇跑地 就把泡辉哥给掳走了 胖大姐一声尖叫 当时又吓鸟 大家伙在门口 找到了泡辉哥的衣服 这说明泡辉哥 刚才是光着订走 胖大姐说 娘子带走男人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人的衣服留下 这就叫赤条条来取无仙挂 一帮人来到门口一看 说这是哪孙子干的 第二天一早 胖大姐来找铁锤要钱 原来这个胖大姐 是炮辉哥找的胖小姐 胖大姐说 昨晚上炮辉哥没给钱 就被女鬼给弄走了 如果不是你撒了那泡尿 他也不会失踪 所以这增进有益的钱 你必须投 铁锤说你这不是讹人吗 胖大姐说 孙子你要是不给 我就把姐妹们全叫过来 敲锣打鼓方便炮 把你们家折腾的鸡肥骨套 听到动静的 王大白从屋里出来 以为是自己的儿子 品行不断吃了包包餐 急忙把钱给了胖大姐 胖大姐走了之后 王大白开始给铁锤上课 原来王大白年轻的时候 也喜欢走马状态下回来 王大白说 年轻人精力旺盛 所以更需要冷静 不能冲动 不然轻则得病 重则就没命 冲动是魔鬼 将来你肯定会后悔 春花写给铁锤的那张纸条上 并不是关于爱情的 而是请求铁锤 帮助自己找几样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稀奇古怪 有碎玻璃茬 野花 白毛身上的一朵毛 和蜥蜴的尾巴等等 拴柱这个人 警惕心还是比较高的 拴柱说什么样的人 会要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这女孩可不对劲啊 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晚上铁锤拿了准备好的东西 去见春花 要说这个春花 春花确实有点不对劲 不仅连续两天错过了七道 而且连铁锤给她的供品也不吃 拴柱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春花就是那个女鬼 狗盛听了之后觉得挺带人 于是两人骑着摩托车去找铁锤 可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 春花很可能就是那个叫娘子的女鬼 但春花并没有对铁锤下手 反而给铁锤留下了无限的下想 狗盛和拴柱在街口分手之后 一个人往家走 女鬼一看这倒门孩子落了单 可高兴快 马上嗲声嗲气的在后面叫狗盛的名字 狗盛就感觉有一股电流 从脊部歌顺着任督二脉 一直窜到了天灵盖 小脸通红荷尔蒙当时就飞了 这个时候如果狗盛不扭头 一直往前走就不会有事 可不行啊 控制不住啊 在狗盛的惨叫声中 女鬼把这个倒霉蛋就掳走了 拴柱认为铁锤认识的那个女孩就是女鬼 铁锤一开始不相信 可当拴柱跟她分析完之后 铁锤这心里也没点 当她正瞎琢磨的时候 冲花突然出现了 把这哥们吓一跳 冲花说你想不想出去玩啊 我带你去一特好的地儿 铁锤一听着急 不跟着就算上一股凉气 为了搞清楚冲花到底是不是女鬼 铁锤想了各种办法试探 可冲花就是不接招 为了救自己的好朋友果胜 铁锤和拴柱拜访了专家胡子书 关于这个叫娘子的女鬼 在大老王写的那本著作里有详细的记载 胡子书说在多年前啊 这个城市里有一位漂亮的妓女 她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后来她跟一位公子好上了 在结婚的当天晚上 一些嫉妒他们的人把她俩为杀了 从此之后 她便开始在城里到处下学 寻找她那残缺的爱情 三个人根据书里的图画 来到了女鬼的老巢 女鬼一看这么晚了 还有人送外卖可高兴快 眼瞅着铁锤要倒霉 春花即时出现 也看不清春花使了什么手段 女鬼不敢恋战一患不见 原来在多年前 春花的一个亲人也被女鬼给抓走了 为了铲除这个女鬼 春花拜名师访告友 学了不少香药触摸的本事 可目前看来还不是女鬼的对手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狗圣突然光着钉冒出来 狗圣虽然回来了 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对劲了 大半夜的不睡觉 跑到外面把别人家 写在墙上的字全给涂掉了 第二天一早 镇上好多女人的老公都神奇般的失踪 原来被精神控制的狗圣 居然成了女鬼的帮凶 很快狗圣就开始抓狂了 把家里折腾的是极权不动 幸亏春花即使赶到 利用法术把狗圣给控制住 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善百胜 为了把娘子干掉 几个人去拜访了专家大老王 那本关于女鬼的传说的书 就是大老王写的 大老王说 你们这个城市里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是思想龌龊重男轻女的手术 能够拯救你们的人只有一个 他是城市的守卫者 也是一位寄女的儿子 回去之后 几个人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最后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铁锤就是那位城市守卫者 其实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 就你还蒙在屋里 你妈咪其实就是个妓女 铁锤一听可气的不清了 直接跑回家去问他老爸王的拜 果不其然 铁锤的妈咪就是个妓女 而且他爹地到底是不是王的拜 至今还是个谜 铁锤说甭管我亲爹是谁 但我只认这一个爸爸 为了拯救这个城市 救出所有被女鬼掳走的男人 铁锤和胡子书等人 根据女鬼文化程度不高 脑子缺根弦的特点 想出了一个办法 让铁锤扮成女鬼的新郎 以女鬼现身 到了后半夜 女鬼果然出现了 可能考虑到铁锤的妈咪 和自己以前的同行 女鬼并没有对铁锤下毒手 两人正寒情默默对视的时候 春花一把胡椒面 就把女鬼给弄弄圈了 为了解除女鬼的法术 春花让铁锤 去把女鬼的辫子割断 女鬼一听可气坏了 上去就掐住了春花的脖子 铁锤割断女鬼的辫子之后 女鬼马上就消失了 而那些被掳走的男人们 也都神奇般地出现了 狗生了病也好 转过天 春花坐着长途车 离开了小镇 为了获得女鬼的超能力 春花把女鬼的辫子 接到了自己的头上 一年之后 在祈祷节的晚上 女鬼再一次出现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经 阴阳平衡很重要 这可不能开玩笑 众男轻女就此想 简直就是吓胡闹